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愣放了原样放了一集 咱们第一集就他跟三天亭放一集 我当时就说啊 我说我深切的体会到 他们以为我可能是装叉的 我说我深切的体会到 枪枪三人行最重要的是嘉宾 最重要的是观众 我只是算小三 我不是最重要的 你以为我是客气 其实不是 我跟你讲 有的观众很细腻很敏感 你很敏感你才能看得出来 就是我不是自恋啊 但是我认为这第一集啊 可以观察一个人蜕变的状态 甚至可以当成他们广愿 可以的一个案例 就是你明白我说的 我今天可以费点时间解释一下这件事 就我为什么说嘉宾比我更重要 因为这个二十年前 二十十八年前啊 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转变啊 我们习惯的还是在电视上啊 像播音员那样说话 我习惯的 我作为一个大陆人 内地人 那个时候我主持节目 也是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习惯这样说话 而且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为什么他们有些人说 说我从枪枪开三人行开始 终于在电视上说人话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在电视上 像平常生活里这么说话 今天看来不这样还怎么着啊 但是当时对于我们 这个大陆出来的年轻人来说 是概念是多么大的一个转变 以至于啊 我在灵感上我找到了 我就说 我说我说聊天 像生活里那样聊天 虽然我找到了 但是在第一集的时候啊 我仍然在经历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拧巴的过程 就是我要从习惯的 中央台不音员的那个调调啊 努力让自己 把自然弄成非常不自然 你知道 你觉得他说话 像人说话不自然 有一个观众很敏感 我建议你要看你就看 他说啊 他说我在这三怕里 就看到窦温涛说话 第一怕 他说我还稍稍带一点那么个枪 第二怕就好一点 第三怕就比较接近于生活里的自然 我如他所说的那样 我又看了一遍 我的确发现到啊 这第一怕第二怕 后来我为什么说嘉宾最重要 就是我想到像人一样说话 但是也得有他们俩 他们俩把我给带进去了 我们也得像人说话 李春 张千亭 而你知道他们俩 为什么能够把我给带进去了 因为他们是系港人 对 港人呢 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讲 在节目里像人一样说话呀 自然的 是非常自然的 是没有别的选择的 他们就是像小市民一样说话 对他们来讲很自然 所以你知道 是他们俩营造出来的这种气场啊 把我带入了我希望的那个状态里去 因此我说你们俩 这为什么对我那么重要 我那个观众也厉害啊 可以这样看的那么仔细 就是敏感 我当时看完一个观感 就是第一 我觉得当时那两位嘉宾 功课做的特别的好 或者是说他们本身就是 因为您也一直在写专栏嘛 就是信手念来就是个料 就可以一直在讲 而你那个时候 18年前 我觉得你当时对一个 自由对话的驾驭能力 已经是非 真的是跟今天有点不相声下 当然你也在 是心里边觉得 有就是真的驾驭能力非常好 你说就曾几何时 你就知道就说 这个一种文化 包括某某一种 这个政治文化 它给人带来的 简直这种影响 是到骨子里的 就是以至于 你说我不想这样 我想像我私下里 跟朋友聊天一样聊天 这对我来想 都曾经是一个 真的 灵魂 改变到灵魂 就说做一个人都那么难 你明白吗 在电视上做一个人 都曾经是那么难 你非得对于来说 做个假人 反倒对你来说是自然的 他是你这个生活的全部被他给压缩了 其实你是没有私人的那个小空间的 你在任何公共或者私人的时候都变成了那个意识形态 让你变成了那个样子 不是一到尽头前面就切割了 就把自己那个人性给一下子就就 就严掉了 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劳苦功高的 对吧 都头发 如果李老书安到从那时候到现在没有太大变化 老定了嘛 对 从来就没年轻过 二十年前就古今上导 我觉得你是变得更慈祥了 好像 你最近变得 我胖了 是因为我胖了 讨厌死了 讨厌死了 咱们还是讲点更讨厌的事吧 高考来 高考来了 我给你们看看几个图片 那我看一下 你看 港人可以取乐 语文乐 这是对高考生的祝福 我们对考生的加油 礼宗盛 我们对考生的加油 还有这个什么 武力滔滔 武力滔滔 对 你知道就说这个 还有人给我发来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微信的一个截图 就是说 父亲 就跟这个儿子说 说儿子 放心去高考 老爸已经给你找人了 已经都给你 是吧 你放心 你参加高考 只是走个程序 你不用怕 还有说 好 临走前问老爸 说老爸 你拖的是谁 老爸说 观世音菩萨 这就今天迎接高考的 应该是 那个文举星才对 搞观世音 不是宋子的 这完全不对了吗 这些都乱了 反正能保佑的 能抓着一个是一个 抱着都是佛脚 所以说 这个时候 就是说作为家长的心情 我就特别想到 我们这个淳恩兄 最近淳恩兄出了一本书 对 说他的女儿 咱们枪枪的嘉宾 你看马家辉的女儿 我就这18年 我都眼瞅着 你知道 马家辉的女儿 当年曾经坐在 我们有一次过年 大家都来的吗 对吧 对 坐在我大腿上 在节目里 那么小 结果呢 现在长成大姑娘 都要怕男孩子性骚扰了 所以不能再做你大腿上了 可以 怕马家辉 不同意 徐子东也是个女儿 徐子东 那个小美女 然后呢 这个淳恩 他这个 所以我可以说说 教女之道 是不是 你女儿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我女儿现在 大学毕业两年多了 那工作也两年多了 那大学毕业以后 又读了一年硕士 在英国 他高考的时候 就他的今天的时候 你是什么心情 没有心情 因为他读的不是学校 是很 在我的 在我的印象里 他 我几乎没有看他在家里 怎么刻苦的做过功课 只是在考试之前 可能开两个夜车 也就 也就搞定了 完全没有辛苦过 其实这也是家长的福气 对 一个好的教育制度 是家长的福气 你不用去操心那么多 那你们高考 不是一个好的教育制度 不是 不是说高考 他也有高考啊 就是说好 你高考也不同的制度吗 你有的 就是说你整个教育制度 是 因为我女儿那个时候 读国际学校 然后回上海 就碰到我上海 跟他 我的那些朋友的小孩 跟他同龄的 跟他同龄的那个呢 就是 说不能出来吃饭 我们大家朋友聚会 出来吃饭 他不能出来吃饭 因为我要做功课 我问你有什么功课 一定要这么做吗 然后他说不行 每天要做到几点 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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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还出来吃饭了 带着功课 出来吃饭 做功课 那我女儿就很好奇 就说那你们学的些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学的很深啊 就不是 他们两个学的东西是一样的 是同级的 但我女儿就很开心的 跟我们又旅行啊 又吃饭啊 又玩啊 那个就是来吃饭的时候 还要带着功课在那做 但你本地学校 其实在香港 它也是有两条体制嘛 你要是走本地学校的话 可能也是很辛苦的 国际学校的话 比较辛苦 本地学校 但是国际学校就真的是很好 所以我们给他选了一个国际学校 他们这个教女儿在香港 这圈里也是有名的 就是说他就是放养 他的策略就是放养 你觉得你将来对孩子放养吗 我真的不太知道 我觉得看他自己 如果真的很独立的话 你能放手 那你能放 那当然是你的福气 那有的孩子可能你放不开 不知道 不是 我觉得放是 因为从小跟他一起相处 因为我跟我女儿从小一起相处 就是从最小的时候 跟他在床边陪他睡觉 就是讲胡说八道的 编那些童话故事 然后一直的把 就是用自己去影响他 一直影响到他10岁 我一直跟他 就是他一直陪他睡着了 我在自己的地方去睡 跟他 他想聊天就聊天 他想讲故事就讲故事 他想学上海话 我就跟他讲了三个月 他就会讲上海话 然后 比如说有些想象的东西 我就跟他讲 你把眼睛闭上 你把眼睛闭上 你想去哪就去哪 就很快的 比任何的交通工具还要快 然后他就把眼睛闭上 我说你现在到哪 他到加拿大了 我说你有没有看见 加拿大的风数 有没有看见什么 他我们两个就闭着眼睛在那说 说说说 我们说我们可以去海底 然后闭着眼睛就去海底了 然后我问他看见什么 那个时候很小 大概三四岁四五岁这样 那就慢慢的有想象力 然后他也知道 我也知道他的想法 他也知道我的想法 我觉得你跟孩子在一起相处的话 有两样东西 他如果跟你是同步的话 那就最好了 一个是价值观 一个是品位 那这两样东西 就是说价值观 你是一个很大方的人 你的小孩 你受了你的影响 他也不会小家败气 那你就舒服 如果你是个小家败气的人 你的孩子 要是特大方乱花钱 你也不舒服 对不对 那你也会 造成一个小家败气的儿女 那你会很舒服 大家相处啊 我现在没有说好跟坏之相处 还有呢 就是品位 品位呢 就是大家做事都顺眼 那尤其我们做女儿 尤其我们是女儿 那以后他要是找一个人 他顺眼 我也得顺眼 对不对 因为我 还要干预 我不干预 我不干预 你不顺眼怎么办呢 其实是这样 所以要培养 所以要培养他 一定会找一个顺眼的 这就是本事吗 我觉得这是精神殖民 这句话 当然我觉得 他是个好父亲 你可以看看他的这个女儿 我觉得这就是一辈子 我跟你说啊 不是说我想这个签约啊 你觉得不觉得这个角度 这爸有点像我 戴眼镜 戴眼镜 对对对 来你看啊 这是春恩兄的这个签金 然后你再往下看 女儿在长大 你再往下看 这是那个97年机场要搬迁之前 我给他留个影 在九龙城找了个天台 启德机场 那个时候 启德机场 对 你瞧 你来看 孩子啊 在长大 父亲 父亲做了警察 我拍戏 他来坦白 我以为你当了保安 他能管的衣服 哎呦 你看你又大了一些 又大了一些 这个是从英国回来了 爸爸 去来过暑假 爸爸还那么帅 来看 哎呦 这个最感人了 对 这个最感人了 对 确实反正这个 因为这个是 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就想给他 我一直想给他拍一张 在人人群中回头的一个方式 摆拍啊 所以你跟他打了电话说回头 我是想拍这样一个 但是我知道他们有一个 他们有会在教堂里边举行毕业礼 对对对 那大家都是往前坐 我又知道他们的衣服后边全是 全很漂亮的 有一个一个白色的帽子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哎 你进去坐了以后 你我一叫你就转头 那所有的人都向前面 你就转头 就有这样一张相片 但结果人家教堂里不给拍照 不给拍照 那没辙了 我就在外边等着进教堂 我们家长排队 要等着进教堂的时候呢 就看到他们排队 一群排队进教堂过来了 我马上就换镜头换长镜头 然后等到他走到 他也不知道 等到他走到那个教堂门口的时候 我就吹口哨 他一听我口哨就转头 一转头 知道是你的 李老师是出过睡 江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江枪三人行 李军给你介绍我的老朋友 我们江枪三人行节目的画石 对我有看过你们那个第一期节目吗 宁田书 那是18周年那个是吧 对对对 你知道你说这个第一期节目 我们江枪这个18周年前一阵 也是凤凰20周年生日 我愣放了原样放了一集 咱们第一集 就他跟三天亭放一集 我当时就说啊 我说我深切的体会到 他们以为我可能是装叉的 我说我深切的体会到 江枪三人行最重要的是嘉宾 最重要的是观众 我只是算小三 我不是最重要的 你以为我是客气 其实不是 我跟你讲 有的观众很细腻 很敏感 你很敏感 你才能看得出来 就是我不是自恋 但是我认为这第一集 可以观察一个人蜕变的状态 甚至可以当成他们广怨 可以的一个案例 就是你明白我说的 我今天可以费点时间解释一下 这件事 就我为什么说嘉宾比我更重要 因为这个20年前 18年前啊 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转变 我们习惯的还是在电视上啊 像播音员那样说话 我习惯的我作为一个大陆人 内地人 那个时候我主持节目 也是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习惯这样说话 而且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为什么他们有些人说 说我从强强开三人行开始 终于在电视上说人话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在电视上像平常生活里这么说话 今天看来不这样还怎么着 但是当时对于我们这个大陆出来的年轻人来说 是多么大的一个转变 以至于啊 我在灵感上我找到了 我就说 我说我说聊天 像生活里那样聊天 虽然我找到了 但是在第一集的时候啊 我仍然在经历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拧巴的过程 就是我要从习惯的中央台 播音员的那个调调啊 努力让自己 把自然弄成非常不自然 你知道 你觉得说话像人说话不自然 有一个观众很敏感 我建议你要看你就看 他说啊 他说我在这三怕里 就看到窦温涛说话 第一怕 他说我还稍稍带一点那么个枪 第二怕就好一点 第三怕就比较接近于生活里的自然 我如他所说的那样 我又看了一遍 我的确发现到啊 这第一怕第二怕 后来我为什么说嘉宾最重要 就是我想到像人一样说话 但是也得有他们俩 他们俩把我给带进去 我们也得像人说话 李春恩张千亭 而你知道他们俩 为什么能够把我给带进去了 因为他们是系港人 对 港人呢 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讲 在节目里像人一样说话呀 自然的 是非常自然的 是没有别的选择的 他们就是像小市民一样说话 一样说话 对他们来讲很自然 所以你知道是他们俩营造出来的这种气场啊 把我带入了我希望的那个状态里去 因此我说你们俩 这为什么对我那么重要 我的观感 那个观众也厉害啊 可以这样看的那么仔细啊 就是敏感 我当时看完一个观感 就是第一 我觉得当时那两位嘉宾的功课做的特别的好 或者是说他们本身就是 因为您也一直在写专栏嘛 就是信手念来就是个料 就可以一直在讲 而你那个时候18年前 我觉得你当时对一个自由对话的驾驭能力已经是非 真的是跟今天有点不相声下 当然你也在 是心里边觉得 有就是真的驾驭能力非常好 你说就曾几何时 你就知道就说这个一种文化 包括某某一种这个政治文化 它给人带来的简直这种影响是到骨子里的 就是以至于你说我不想这样 我想像我私下里跟朋友聊天一样聊天 这对我来想都曾经是一个 真的 灵魂 改变到灵魂 就说做一个人都那么难 明白吗 在电视上做一个人都曾经是那么难 你非得对于来说做个假人 反倒对你来说是自然的 他是你这个生活的全部被他给压缩了 其实你是没有私人的那个小空间的 你在任何公共或者私人的时候都变成了那个意识形态 让你变成了那个样子 不是一到镜头前面就切割了就把自己这个人性给一下子就就引掉了 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劳苦功高的对吧 都头发 如果李老书啊到从那时候到现在没有太大变化 老定了嘛 对从来就没年轻过 20年前就 古经上导 我觉得你是变得更慈祥了 好像 你最近变得 我胖了 是因为我胖了 讨厌死了 讨厌死了 咱们还是讲点更讨厌的事吧 高考来 高考来了 我给你们看看几个图片啊 那我看一下 你看 港人可以取乐 语文乐 这是对高考生的祝福啊 我们对考生的加油 李宗盛 我们对考生的加油 还有这个什么 武力滔滔 武力滔滔 你知道就说这个 还有人给我发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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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的一个截图啊 就是说呃父亲啊就跟这个儿子说说儿子放心去高考啊老爸已经给你找人了 已经都给你打是吧你放心你参加高考只是走个程序你不用怕 孩子说好临走前问老爸说老爸你拖的是谁啊老爸说观世音菩萨 这就今天迎接高考的 错了吧 应该是那个那个文取星才对啊 搞观世音不是宋子的啊 你这完全不对了吗 哎呦 这些都乱了 反正能保佑的能抓着一个是一个 抱着都是佛脚 哎 所以说啊 这个时候就说作为家长的心情 我就特别想到我们这个淳恩兄 最近淳恩兄出了一本书啊 对 哎 说他的女儿 哎 咱们枪枪的嘉宾 你看马家辉的女儿 我就这这十八年 我都眼瞅着 你知道马家辉的女儿当年曾经坐在 我们有一次过年 大家都来的吗 对吧 对 坐在我大腿上啊 在节目里啊 那么小 结果呢 现在长成大姑娘 都要怕男孩子性骚扰了 所以不能再坐你大腿上了 可以啊 怕马家辉不同意 哎 这个徐子东也是个女儿 哎呀 徐子东那个小美女 哎 你想 然后呢 这个淳恩 他这个讲 所以我可以说说教女之道 是不是 你女儿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我女儿现在大学毕业两年多了 那工作也两年多了 那大学毕业以后又读了一年硕士 在英国 他高考的时候 就他的今天的时候 你是什么心情 没有心情 因为他读的不是学校 是很 在我的在我的印象里 他我几乎没有看他在家里 怎么刻苦的做过功课 只是在考试之前 可能开两个夜车 也就也就搞定了 完全没有辛苦过 其实这也是家长的福气 对 一个好的教育制度 是家长的福气 你不用去操心那么多 那你们高考不是一个好的教育制度 不是 不是说高考 他也有高考啊 就是说好 你高考也不同的制度吗 你有的 就是说你整个教育制度 是 因为我女儿那个时候 读国际学校 然后回上海 就碰到我上海 跟他我的那些朋友的小孩 跟他同龄的 跟他同龄的那个呢 就是说不能出来吃饭 我们大家朋友聚会 出来吃饭 他不能出来吃饭 因为我要做功课 我问你有什么功课 要一定要这么做吗 然后他说不行 每天要做到几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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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还出来吃饭了 带着功课出来吃饭做功课 那我女儿就很好奇嘛 就说那你们学了些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学的很深啊 就不是 他们两个学的东西是一样的 是同级的 但我女儿就很开心的 跟我们又旅行啊 又吃饭啊 又玩啊 那个就是来吃饭的时候 还要带着功课在那做 但你本地学校 其实在香港 它也是有两条体制嘛 你要是走本地学校的话 可能也是很辛苦的 国际学校的话 比较辛苦 本地学校 但是国际学校 就真的是很好 所以我们给他选了一个国际学校 他们这个叫女儿在香港这圈里也是有名的 就是说他就是放养 他的策略就是放养 你觉得你将来对孩子放养吗 我真的不太知道 我觉得看他自己如果真的很独立的话 你能放手 那你能放 真的那当然是你的福气 那有的孩子可能你放不开 不知道 不是我觉得放是因为从小跟他一起相处 因为我跟我女儿从小一起相处 就是从最小的时候 跟他在床边陪他睡觉 就是讲胡说八道的编那些童话故事 然后一直的把 就是用自己去影响他 一直影响到他十岁 我一直跟他 就是他一直陪他睡着了 我再自己睡房去睡 跟他 他想聊天就聊天 他想讲故事就讲故事 他想学上海话 我就跟他讲了三个月 他就会讲上海话 然后比如说有些想象的东西 我就跟他讲 你把眼睛闭上 你把眼睛闭上 你想去哪就去哪 就很快的 比任何的交通工具还要快 然后他就把眼睛闭上 我说你现在到哪 他到加拿大了 我说你有没有看见加拿大的风数 有没有看见什么 我们两个就闭着眼睛在那说 说说说 我们说我们可以去海底 然后闭着眼睛就去海底了 然后我问他看见什么 那时候很小大概三四岁四五岁这样 那就慢慢的有想象力 然后他也知道 我也知道他的想法 他也知道我的想法 我觉得你跟孩子在一起相处的话 有两样东西 他如果跟你是同步的话 那就最好了 一个是价值观 一个是品位 那这两样东西 就是说价值观 你是一个很大方的人 你的小孩 你受了你的影响 他也不会小家败气 那你就舒服 如果你是个小家败气的人 你的孩子要是特大方乱花钱 你也不舒服 对不对 那你也会造成一个小家败气的儿女 那你会很舒服 大家相处 我现在没有说好跟坏之相处 还有就是品位 品位就是大家做事都顺眼 那尤其我们做女儿 尤其我们是女儿 那以后他要是找一个人 他顺眼 我也得顺眼 对不对 因为我 还要干预 我不干预 我不干预 你不顺眼怎么办呢 其实是这样 所以要培养他 一定会找一个顺眼的 这就是本事吗 我觉得这是精神殖民 这句话 当然我觉得他是个好父亲 你可以看看 他的这个女儿 我觉得这就是一辈子 我跟你说 不是说我想这个签约 你觉得不觉得这个角度 这爸有点像我 眼镜有点像 有没有点 对对对 来你看 这是纯恩兄的千金 然后你再往下看 女儿在长大 你再往下看 这是那个97年机场要搬迁之前 我给他留个影 在九龙城找了个天台 启德机场 那个时候 启德机场 对 你瞧 你来看 孩子啊 在长大 父亲呢 父亲做了警察 我拍戏 他来坦白 我以为你当了保安 然后 哎呦 你看 又大了一些 又大了一些 这个是从英国回来了 爸爸 去来过暑假 爸爸还那么帅 来看 哎呦 这个最感人了 对 这最感人了 对 千万万 这个 因为这个是 在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就想给他 我一直想给他拍一张 在人人人群中 回头的一个 是摆拍啊 所以你跟他打了电话 我是想拍这样一个 但是我知道 他们有一个 他们有会在教堂里边 举行毕业礼嘛 那大家都是往前坐 我又知道 他们的衣服后边 全是全很漂亮的 有一个一个白色的帽子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哎 你进去做了以后 你我一叫 你就转头 那所有的人都向前面 你就转头 就有这样一张相片 但结果人家教堂里 不给拍照 不给拍照 那没辙了 我就在外边 等着进教堂 我们家长排队 要等着进教堂的时候 就看到他们排队 一群排队进教堂过来了 我马上就换镜头 换长镜头 然后等到他走到 他也不知道 等到他走到 那个教堂门口的时候 我就吹口哨 他一听我口哨 就转头 一转头 知道是你的 李老师是出过睡觉 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学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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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学校团》 这个说起这孩子啊 最近还有个国际事件 对 乙军听说了 你跟我们说说 就是有一个小孩就在美国吧 然后呢 三岁 有说三岁 有说是四岁 说看那个大猩猩的时候 就翻进那个公园里头 然后有一只大猩猩过来了嘛 那个小孩摔到那个河里面 然后他过来 一开始呢 是好像那个动作是想保护他的 后来呢 外面那些那个 就那个游客就尖叫啊什么的 那大猩猩就显然就不耐烦了 然后就拖着 那个小猩猩在水里面就拖行 就感觉他这个举止有点 比较这个过激了 后来动物园方面呢 你就要做一个这个判断嘛 是保小孩 还是要保这个猩猩 还是怎么样 他们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大猩猩给 就给射死了 那么而且解释说 不能够用这个麻药 这个麻药 因为是那个麻药 就是反应会很慢 就是来 他可能打了一枪以后 他变得更激动了 那个麻药药力还没上来的时候 已经把小孩可能给伤害了 而且这个事最内的是 到最后发现谁也没有责任 动物园方面说 他那个围墙的高度啊什么的 都是符合标准的 而那个爸妈呢 就很多人说 应该灌那个爸妈嘛 他们是这个失职 但是后来呀 又免于起诉说 因为他们当时要 同时照看四个小孩 所以呢 那个小男孩 是秤不注意自己跑了 也不是说他们没看住 所以说这事情 到最后是谁也没有责任了 这个大猩猩啊 名字叫哈兰贝 是这种叫 滴滴什么灰贝大猩猩 这种大猩猩 全世界只有十几万只 但是现在 你在美国那个Facebook 什么网上 全世界网上 你感觉相当一部分人 对这大猩猩的感情 比对这小孩的感情深 因为简直就说 要法办这个妈妈 现在他 我发现美国也有网络报名 都一样 你不能说报名 如果你叫我签名的话 我也会签名 你签名法办这个妈妈吗 当然法办 应该法办 他应该负责任 你未必是法办 因为你有形式 有明示诉讼 对不对 但是你没把孩子管好 你不能说你有四个小孩 你就让可以让一个小孩进去 因为这个心情很无辜 但他的心情也一定是不想 这种事情会发生的 而且动物园方面 就是下令去开枪的人说 如果再来一次 我还得开枪 动物园没有做错 动物园的决定是对的 因为要保护这小孩的生命 小孩也没有错 错的是父母 没看好 那你如果说 对父母有些惩罚的话 那我觉得这是道理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当时的情况 挺恐怖的 三岁的小孩 就从那个三米高的栏杆上 掉进来 然后这个大猩猩 但是义军 我觉得你谁知道 猩猩脑子里怎么想 你觉得他保护他 很难说的嘛 你古道尔说 他看到的 他就是在保护 他人家是那个专家 猩猩专家 他看到是 就那个非洲那个女的 那个专家说他的保护 后来有些电视片段 是他在把他水里面拖行 扔来扔去 再看下边 这就是示威了 你看 说我们爱这个大猩猩 就是为什么动物园 你打死这个大猩猩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是最近都跟孩子有关系的事 这是日本 日本有一对父母 因为七岁的孩子 像顽劣 像别人路过的行人 车扔石头 就是说把这孩子赶到林子里 雄出没的林子里 你滚出去 结果没想到 再回去原地 孩子失踪了 五分钟 五分钟就找不见了 五分钟以后 他们就开车回去 然后全日本出动军队什么的 就去找 然后你再看 找啊找啊 他爸爸面对 我发现日本人一道歉 就是对不起 给大家添麻烦了 对 他爸爸就是 很后悔 这是另一企业 原地本来这是一个展品 有个专家 玩乐高的高手 三天三夜 搭起 上这么一个乐高 就是说 上万个乐高的构件 然后就被一个熊孩子 啪气 就给打翻了 打翻了 然后说 有时候要赔偿 人这个主人还说挺好 就是说还小孩 这就是关联到一个 一个一个 对孩子的问题 就像你说的 父母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父母要负责任 因为你所有 所有的孩子的行为 你父母从小 应该是影响他的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 那个身体力行 你去影响他 就是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不是说说大道理教育 而是你自己的 那个自己的行为 那你如果 自己的行为松的话 或者你是觉得 不是一回事的话 那孩子跑开一会儿 就跑开一会儿的话 那你就会出事吗 你是个爸 这是个妈 你觉得当妈的 有可能有意外吗 我以前听人家 说过一句话 就说是 就说这个孩子 除了长得跟你像 其他什么都 什么就是内部的 这些东西 从哪来的 你都不知道的 其实他不一定 真的能听 能听你的 能受你的 这个管束 我带小 因为我们家孩子小 从一岁线 到有三岁多 我整个观察 他幼儿时期 我觉得小孩 跟动物比较像 他不像个人 其实更接近于动物性 所以有些人 反对给小孩 摔个绳子 在西方 他们不是出门 有个绳子 有个狗袋 像狗袋一样 摔着 但是你如果觉得 这孩子 你真是没法控制的话 摔个绳子 可他自己会解开了 他还是比动物高等一点 他自己那个空会解开了 那你得看着他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 有的时候 你除了说这种 这个安全方面的事情 有好多东西 你挺难掌握的 你像我作为一个妈妈 我觉得我自己 有时候有一种 这种有点过分的 这种这个心态 我一到哪儿 我这个脑子 就跟这个雷达扫描一样 近一百米 我得扫一遍 这里可不可能有 就是有潜在的危险 真的 我到一个地方 我就会这样想 那是你负责任 然后呢 就会有恐惧 比如说我站在他 就是我要站在一个 那个那个扶手电梯 比如说我要是抱着我女儿 我脑子就不断的想 掉下去怎么办 掉下去怎么办 就不断的会想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个 纯恩兄啊 他这个太严苛了 因为我自己 碰见过一个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 我认识一个妈妈啊 他是出名的 细心的妈妈 处女做的 你想 我也是 是吧 出名的细心的妈妈 就他亲口跟我讲 这么细心的妈妈 所以为什么我老说 这生孩子 是个胆大妄为的事情 就你那么 概率嘛 都是有意外的呀 就是不是说 你妈妈不负责任 他就亲口跟我讲 他说你知道我有一次 他说我就在日本的街头 在东京啊 还在哪 我忘了 他就说 他的小孩子 在旁边 本来他的手啊 过街 从来没离开过 嗯 但是因为呢 碰见个红绿灯 然后他要开图纸 他要看地图 他要看地图 不认识吗 就松手了 就松手 他认为松手 可能就是十几秒钟 就在这个时候 绿灯亮了 他一看 没了 我的天 你就说 他这个妈妈当时跟我说 他说我当时觉得 世界就黑了啊 在一个人在东京的大街上 语言都不通 在东京 孩子没有了 我经历过这个 他就说 哎呀 孩子没有了 你知道吗 他就嚷嚷都不知道 他声音都发不出来 你跟谁说呢 最后他就站在原地 就傻了 他就 哎 就在这个时候 大约五分钟左右 你知道 他就说 一辈子忘不了这个时刻 前边 一个日本的银发的老太太 拉着他这个小孩子 他回来了 原来是这小孩 走到前面 自己过去了吗 是一个日本的老太太 见到了 拉着这个小孩送回来 然后他说 他做出的选择 你知道是什么 这处女做的 啊 结束了 行程 回走了 回去了 第二天回了 他就说 他当天晚上抱着 他这个孩子 一夜没睡 就哭啊 他就想 这又不是那个银发老太太 这孩子要是这么丢了 他说 我怎么可能还活得下去 哎 这是个出名细心的妈妈 意外一定是有 但是有很多小孩的行为 是一直养成的 比如说 我们现在不要说的 那么大的事情 什么在动物园 跑到猩猩园里边 什么的 你像我们现在看见 在外面吃饭 那些小孩乱跑乱闹 大人不管 然后在飞机上 也是乱吵乱闹 那个大人不管 哎 有的小孩没有礼貌 有的时候摔东西 这种所有的行为 都是大人的责任 跟孩子其实很无辜 这孩子长大了以后 他如果不像样的话 还是父母的责任 可是我想问您 可能是不是您的孩子大了 有就有点忘记他小的时候 不是 我小 我说你管不住啊 管得住 我觉得我在外面啊 我呵斥他更多是 因为我自己觉得尴尬 我做给别的大人看的 你叫我说小孩吵 有时候你没有办法 包括你说他敲东西 他摔东西 很多人说小孩 他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只是想碰一下 推一下 看看会怎么样 他自己也没有 好奇嘛 然后你要是不断的去斥责他 我的小孩就是 到了夜里 他做梦 就会特别的痛 就特别痛苦 会叫啊什么 就是因为白天 他们所有的这个欲望被压制 叫夜里 他就会受惊吓 所以你得把它当做 一个小动物看 我觉得 强强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对 你不能光为你自己的女儿着想 你是个好父亲 不是 我不是为自己女儿着想 我是说有一个乖的女儿 但你知道他说的问题啊 我认为更普遍 就是现在都说跟孩子放养啊 孩子在某个年龄啊 你简直是没法弄 你这你觉不觉得 就是说他这个有些时候 这个孩子顽劣啊 就像就比如说甚至在公共场所 你刚才看到的那个 你弄的这大人没法收场的时候 你说我放养 随你变 不不不是 像这样年纪的小孩 你不能像这样年纪的时候 还没有放养 我说的放养是 你不断的慢慢慢慢慢慢的 在你可以松手的 像放风筝一样 慢慢慢慢的松陷 但是当然放风筝 最后你还能收回来吗 这也是本事吗 对不对 你比如说有些小孩 他似乎啊 是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他这种为非作歹啊 他不会不断升级 你不遏止他 他就觉得你还没 不够注意他 你说这个时候怎么 但是你就遏止啊 不是在他小的时候 你就遏止啊 但是还有你自己的行为 也不要就是太放纵 太过分啊 你不要就是说 现在不是有些 在上海啊 在哪里啊 不是有些什么英国贵族学校 去去教小孩什么礼仪啊 收几千块钱一个下午啊 然后就学会了怎么吃东西啊 怎么讲话 什么态度对人啊 但是你让孩子去了以后 学完了 回到家以后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 你不要孩子学了一套贵族礼仪 你回家还是在那大大咧咧的 出口满天飞的 该说是非 说是非 说什么 说什么 我就觉得 这个其实是一种互动的影响 嗯 我觉得你就是后来就说 要管小孩啊 后来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后来我发现什么招式最管用呢 就是恐惧 你得吓唬他 你就吓唬他说 哎 你去干嘛干嘛 然后他会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这么 我又觉得说 哎呀 我怎么这么糟糕啊 跟某跟某些这个 这个人类 这个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暴政差不多吗 就吓唬你啊 你 所以 然后你要管他看什么书 对对 就这样 但是我又这样 我又觉得很自责 这样也不行 那你还得 就是得蹲下来好好跟他说 但是 对 也不是百分之百 这个问题啊 无解 我跟你说 你看罗素又说了 不要在孩子的心里栽质恐惧 对 小时候你给他种下 他就那个勇猛的 跳向了大猩猩 刚度过50岁生日的欧盟 是欧洲大陆上的奇迹 27国相爱相杀 相互制约 又共同发展 经历半个世纪的洗礼 近年备受恐袭 欧债难民困扰的欧洲 如何在中美两大 世界经济体之间 夹缝里生存 欧盟又能不再创奇迹 听风录独家专访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 看到中美博弈下 中美欧的大战略 镇海听风录 星期三晚上 凤凰卫视中安台 跨上火 更多人喝加多宝 加多宝良茶 传承王泽邦 清朝道光年间 祖传配方 配方正宗 全国销量遥遥率先 跨上火喝金冠加多宝 东风标志508 携T加STT高效动力 与智能架控品质尽享 荣耀而至 新闻时刻发生 时刻演化 影响力连锁反应 世界瞬息万变 每天正点为您更新资讯 盘盖各时区的采编系统 无间断传媒观察 环球采风 重点启动 为您的知情权 实时导航 最新消息 我会持续带大家了解 凤凰正点播报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不在沉默中变态 就在节目里 孝竹颜开 孝竹颜开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中文台 马上观察 小星期六凰卫视中文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